被控犯下南加州长老教会枪击案的台裔枪手周文伟 他的住处终于曝光 这就是警察在门口中 他们通过他的房间 自称周文伟室友的David表示 他们在内华达州的住家 日前遭到警方上门搜索 这就是搜索网络 David Wien Weichel 他说周文伟是2月搬来这里 平常很安静 除了上班就是待在家 两周前曾听到周文伟抱怨 说台湾政府贪腐 人民却拥护现在的领导者 让他感到厌恶 检方调查后也发现 周文伟原先的计划是杀光教堂里面的人 并放火把教堂烧了 因为周文伟用强力交破坏大门 接着上锁 身上除了两把手枪 包包内还有四个汽油弹 领导表示周文伟曾在拉斯维加斯 投资12间公寓当包租公 来资助儿子的学费 因为碰上二房客差点被杀害 从此性格大变 周文伟周二以通讯方式出庭 法官裁定收押不得交保 检方最后以一级谋杀 非法处有爆裂物等 共10项罪名将他起诉 TVBS新闻众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